主席 社長 副導社長 總獎局 鳳梅老師 一下子有關的紅 好 今天我們講很難忘 相信這三位獎人講的不是都令大家很難忘喔 首先我們談俊雄 俊雄社友 他很恭喜他 他終於在這個預備時能夠很自然 然後用他的感情很流利的眼睛注視大家慢慢的走上台前來 那他今天做這段舞的示範 晚晚到來完全是用起承晚和 起就是他小時候有一個願望 可能他要運動然後做一個比賽 然後陳就是他做了他終於下定決心要做一個方法 所以他敘述他的方法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他用什麼方法呢 15公里外的搭公車的方式 他就是這樣子來回跑步 駐造他成功的一個理由 這也是他一個難忘的過程 但是他還有更難忘的地方就是轉了 轉的地方就是他兩球競爭那時候 我們講第一米第二米四分四十六秒 兩個人完全拿破他們學校一千五百公尺 那個學校的運動紀錄 這樣子難忘的經驗 讓大家有感受到他的程序 那最後面是很合的地方 我本來覺得他要轉進來的時候 已經兩分三四秒接近三分鐘的時候 他提到當兵請軍這個組繪 可能我覺得有點拉進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一定要在Andy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劇情要進來的地方 不要太適合 那可以建議 通常我們點到起承轉 這個合收馬上就把它做一個收尾 通常我們老師有做過 兩分三十秒的時候 就進入你的收尾的地方了 那再者他因為在這個地方有點不碎 所以說他椅子太手勢 完全放在這邊 其實放在這邊無所謂 其實男士他不是 你放在這邊 放在腹部這邊是OK的 那你可以 左右 這樣子 不管你怎麼都不管 然後眼神看對方 那相信因為 俊雄大哥 他是因為還在 他還在寄往他的導子 所以他腦袋 他在想他導子 所以 我相信他終於一天會把他的導子丟掉 像今天完全有丟到的動作 那後面他實在想不起來 我而為之看之 那我相信 他的成功是值得不代 就像他兩雄相爭 他畢竟還是啼啪啼啼啼 總有一天他會在這舞台上發光 發樂 再來看我們 第二位設有 大家開箱子 真真 真正有意思 真真真 那我想他是瑜伽老師 他興趣是瑜伽 但是他一上台那個 湯普的氣勢 那邊帶給我們 瑜伽的生產 輕調像他做瑜伽 自然 然後他不要這樣 輕飄飄的 抱怨 一種 其實他很平的 語書當中 他其實還是非常分錯 然後他的企業部分 是太多 就是說今天我們演講 不管是要用起承斷 或者是用三段 其實我建議大家是用三段 也起承斷 通常是留在寫五段的部分 你這個三分鐘實在不好轉 轉到後面隔的時候 已經留在花明 實在沒有難以存 那 你就用三段式 那 今天 時間為什麼說 有點猛強 是因為 你還不太習慣 我們把那個畫力縮短 這舞台就訓練大家 把畫素的簡短 你再對人家過風 他好像你祝福 對那個 玉獸屋小姐 和郭忠 然後我們說 簡單的要 留理總編陛下 後面給大家其實 就是 留理總編陛下 包括規劃 然後我們要暗示之類的 也不輕人就是 在教你這一點 所以剛剛帶到那個 玉獸屋那邊 跟小姐 這個過程的工作 我相信你有學到 然後 今天的任務台 也是要告訴你 把畫 精準一點 你更容易感染大家 而且你拿到這一點 所以真的很難 假設我遇到這狀況 我喘了過 可能沒辦法解決 還好 你有到第一名 恭喜你 然後再來是我們 第三位 第三位 因為姓舌友 還是要看一下他名字 是玉獵 那玉獵 我還是有太齊全的架式 那 他在講這個 之前 他 就是 我覺得 那個狗 真的是相處的一樣 這是 揉揉合合的 所以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點到 那個男方的情緒 帶給大家 因為你後面再點出來 那個 狗狗四十歲上天堂 其實那個 狗狗特性的 互動過程當中 你跟他 加進來 因為你實在有 毛屬他的優點 如果你跟他 一些小護士 不覺得 人與否之情 那種感覺不一樣 而不是說 今天這個狗狗 身材很瘦 這樣子 有點心酸 感覺 所以 把這個男方的地方 帶過來 謝謝